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9月5日星期天 欢迎来到财经内容 现在都在说就业不景气 说习近平的各种骚操作 让中国失业人数暴增 但是现在可以说不仅是习近平在打击中国经济 其实中国民间的一些坏人 一些蠢人也是在极力配合 通过煽动中国的民粹 或者说民族主义情绪 来摧毁中国的各个产业 一些企业和商业模式 让中国失业是加剧了 经济雪上加霜 所以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 我觉得是从上到中央 中共中央 还有就是习近平 下到了中国的一些老百姓 一些违攻之 共同摧毁作用的结果 那么最近呢 网络上在热火朝天的抵制大连的 盛唐京都日本街的事件 可以说现在还在继续发酵 这个事情现在是愈演愈烈 而昨天呢 日本制造业的巨头东芝啊 也是宣布裁员的消息 不仅是裁员呢 基本上是关闭了在大连的工厂 这个事件更是直接和抵制日本街的事件 关联起来了 成为饿死都不吃旧鸡粮的一个典型的事件 所以现在中国的事情是越来越魔幻了 我们现在说 第一个事件 就是日本风琴街的事件 抵制啊 近期来有一个新闻 就是在辽宁大连 耗资60亿建设的日本风琴街 因为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结果呢 昨天宣布暂时停止营业 据了解这条日本风琴街啊 早在2019年就启动了建设 整个项目是耗资60个亿 占地64万平方米 差不多是一个故宫内幕大 以因此呢 号称是中国最大的日本风琴街 你们所有的建筑商铺啊 基本上都是按照1比1的比例 复制的日本京都的 然而呢 在开业的第一天呢 这个景点就被骂上了热搜 骂的理由呢 有两个 一个非常火爆的帖子上就说啊 说中国最大的日本风琴街 在辽宁大连开业 真是给辽宁丢脸 忘记了当年日本杀的女顺 只剩下36个人了吗 真好意思在祖辈的尸骨上跳舞 还有部分网友的认为说 花巨子打造日本风琴街 是有伤国人的感情 尤其是建在大连 这座曾经深受日本伤害的城市 也有部分网友则认为啊 说打造日本风琴街呢 是正常的商业模式 商业行为 是地方招商引资的一个普通的案例 当然这样理性一点的网友 声音基本上都被压制下去了 这个还是比较少 还有的网友则认为呢 这是地产商的炒作行为 还有一些网友认为啊 说这条风琴街 是只允许日本商户入住 只让销售日本产品 对此了大连官方的回应 就说啊 网络的传言是不实的 从没有规定说 只允许日本商家入住 销售日本产品 那么不管事实上 还是说谣言 不管是哪方面啊 那么这样煽动性的言论呢 在互联网上发酵起来 可以说也是非常容易的 特别是当下啊 任何煽动民族情绪的一些帖子 或者话题啊 非常容易引起共振啊 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 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泛滥 战狼粉红狠行的时候啊 可以说只要有人号召 以抵制外国货 抵制日本 抵制韩国 抵制美国什么东西啊 只要找准了削头 基本上一抵制是一个准的 所以现在也是很魔幻 所以在9月2日呢 看尽价势不对啊 那么日本风情街的管理部门 就发布通告就说了 商业街已经完成了 试运营的工作 公司针对运营期间出现的问题 现在进行停街休整 正式开街的时间呢 面行通知 这样倒好 三年投资六个亿的项目一转业 基本上就被冻结了 而且误上的还是自己人 据说受损的中国商家呢 有一千多家 日本商家只有四家 尼泊尔商家只有一家 三万多人将失业 当然这些失业的主要是中国人 具体数据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说还没有核实啊 可能还需要核对 但是这个项目的停工 肯定说对中国的损失是最大的 不管是中国的投资方 60亿元的资本投资 对不对 还有中国的商家入住 还有一些中国的工人就业 基本上都会受到损害 和之前历次抵制日本 韩国和美国货一样 受损最严重的 当然还是中国人 肯定是 就像之前你抵制日本 你说砸日本车 但是你也不是砸日本人 所有的车呀 而是说砸中国人 已经花钱购买了的日本车 你算个什么抵制日货 对不对 还是损害中国人的利益 所谓的日本风行街呢 它其实实际名字叫做 小京都商业街 是当地的文旅项目 盛唐小京都的一部分 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在2019年的一篇新闻稿就显示了 大连京都的风行街项目 位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总占地是110万平方米 总投资60多亿人民币 项目整体规划 以日本京都的二连半 三连半 及京都地区的商业为蓝本 一比一比例复制 展现了唐代和日本建筑风格 交汇融合的古镇风貌 打造出国内独一无二的商业景区 和特色商居模式 可以说是户户街商 每一户人家都是商铺 当时的新闻稿就说了 将委托日本速破设施关联协会 在日本进行全面的招商 将日本的客商引进大连的京都风情街 为中国游客带来纯正的日式行业的体验 搭建中日商品贸易 以及两国文化交流的平台 盛唐小京都的项目 多次出现在当地政府的官方文件中 那么大连荆州区的人民政府 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投资45亿元的盛唐小京都项目 被列为年度的重点工作 所谓的日本风情街 其实就和美国日本的唐人街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并不值得什么大连小怪 这个大连的日本风情街 是大连重点打造的文女项目 装饰等风格 都是仿照日本京都的地区 而且商业街售卖的食品 生活用品等 大都也是具有日本的特色 主商业街要求店铺 必须为日本独资 或者是日资占50%以上的合资企业 那么现在一期招商基本上已经结束 二期招商正在委托日本团队在日本招商 我觉得非常疑虑和困惑的是 为什么这个日本风情街 能在网络上引这么大的争议 会有那么多人表示反对呢 日本也有很多唐人街 在日本叫做中华街 为什么大连就不能有日本风情街 这是什么道理呢 也许有人要说大连历史上曾经受过女顺大屠杀 还有长期的日本殖民的统治 所以不该有日本风情街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美国当年还往日本扔上两颗原子弹的 对不对 那日本人是不是今天都不应该看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 迪士尼动画 是不是都应该将在日本的美国驻军给赶走了 还有在历史上 俄罗斯其实也曾经入侵过中国 现在还占了中国大面积的土地上百万平方公里 你像海生尾 江东六十四屯 对不对 还有枯叶岛 很多大片的领土都还在俄罗斯被他们占领 而且俄罗斯还和日本在中国的旅顺是打了一战 俄罗斯还是八国联军之一 可是在辽宁大年就有俄罗斯的风情街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能有日本风情街了 而且俄罗斯杀中国人也杀了不少 那些口口声声要抵制大年的日本风情街的人 为什么不去抵制一下俄罗斯了 还有按照这种人的逻辑 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日本尿泥店 是不是也要干脆关掉了 是不是不能看日本的动画 你别光盯着日本 还有你像美国法国英国德国 这些国家发明的东西你都也别用 对不对 别去这些国家的企业工作 别买这些国家生产的东西了 按照他们这种逻辑 其实最该抵制的不是日货 而是蠢货 蠢货的危害是最大的 其实头脑不清楚 做出一些伤人不利己的事情 尤其是他们成群结队 招摇过世的时候 因为蠢货总是满怀着这种仇恨 动不动就抵制这个抵制那个 他们其实类型是非常自卑 缺乏自信的 喜欢把什么东西都给人上纲上线 先抵制了再说 不管抵制之后会导致多少人失业 会导致多少人饿肚子没饭吃 他们不考虑后果的 只考虑他们情绪的宣泄 也许他们煽动后啊 自己的流量就有了 但是却害苦了别人 当然有些自媒体也是为了流量 故意制造一些话题 但是每当到了国内矛盾重重 或者说经济出问题的时候 民族主义的情绪基本上就会发酵 而且是非常厉害的 可以说民族主义就是一把双刃剑 既刺上别人也对自己没有好处 在中国目前可以说民族主义 就是中共政府的一个武器 只要是他在外交上和哪个国家为敌 他就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来制造一种万人空向 齐心协力抵制的效果 可以说是典型的非理性的行为 而接下来的县市报啊 基本上就来了 不仅是京都风情街 大量的裁员 很多店铺关门 而且日本的制造业巨头东芝啊 马上就宣布在大年撤资 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大年 大家想想是不是必然的 我们看这些年索尼松下走了 马自达西铁城建牌走了 现在的日本撤资中国的大名单上 又多了一个世界500强巨头 就是东芝 经营环境的恶化 盈利下降 现在还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 主要是这些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 不走 等着达土豪分田地吗 日本企业的 等着店铺被砸 东西被抢吗 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时局啊 可以说肯定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中国这几年的非常腰额子比较多的这种时局啊 可以说让日本企业也是非常害怕的 我觉得去年日本政府就是大量的组织日本企业集体撤离 给他们补贴 不管你是去日本本土也好 这些企业或者去东南亚也好 日本企业都是发补贴支持的 我们再说一下东芝撤离的事件啊 接着说 在2021年8月31日 东芝大年有限公司啊 召开了千人大会 正式宣布 将于2021年9月30日 全部结算完毕之后啊 东芝大年公司宣布就解散了 正式撤出中国 目前可以说正处于资产清算的过程 还有一种说法是啊 东芝公司将于12月底 关闭在中国24个城市的33家工厂和研发机构 业务将全部转往日本和越南 在停产请算会上的日方的代表啊 节清了所有员工的工资 并为员工缴纳了保险到10月份 优秀的员工呢 还拿到了一笔不菲的遣散费啊 一分钱都没有拖欠 日本代表在千人遣散大会上说啊 感谢你们十多年来的付出 我们就要说再见了 愿你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东芝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汗水 说实话 日本企业在全世界企业里面还算是比较人性化的啊 至少比起东南亚 比起中国 这样一些企业是强太多了 真的不管是他的福利 还是他的人性化的管理 基本上让中国的很多员工都是念念不忘的 但是现在还是要分手 有一个在东芝工作多年的员工发帖啊 也是刺痛了很多人 他说好多人在这里生活工作 成家生子 甚至自己的子女啊 也在这里工作 整个青春都献给了东芝 如今呢 东芝在大连走到了尽头 多少人 多少故事 多少历史啊 一个时代基本上就结束了 又有多少人失业了 还有一个网友说呀 改革开放40年引进的知名外资企业 现在一个个都做光了 中国人民终于过上了 从此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 没有奴役 也没有钱的好日子 按照中国目前这种搞法可以说 外资企业很快就会做光 民营企业呢 很快就会被搞死 你像现在的各行各业都受到打击 对不对 像阿里 腾讯 他们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 还有像教育培训行业 演艺业 对不对 演艺界 基本上受到的打击 重锤都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接下来可以说 中国的失业潮很快就会更上一层楼 为什么说更上一层楼 之前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 大家看看农民工就业 大学生就业 对不对 看看城市里面的白领 外资企业的失业情况 所以说这个失业更上一层楼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 全面吃康厌菜 共同贫穷的日子 我觉得也真的不远 很多人预计今年年底 中国可能就会关门 你如果想出来 很多会出不出 很多是出不去的 而最近国内的房子 可以说越来越难卖 昨天有一个房产销售员 告诉我太太说 你在国内的房子要赶紧卖 今年年底可能还有大幅度的降价 他是知道一些类情的 而且他也是经常往返中美 见识都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国内这个形势 真的是每况愈下 我们想想历史上 每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 会导致共同富裕吗 大家想打土豪分亭地 让中国人共同富裕了 洪秀琴的太平天国 什么平均地权 让中国人都富了吗 可以说每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 结果只会是共同贫穷 这基本上是一定的 而最近国内一个天价医疗费 但是医保报销非常少的 这样一条消息 也是刺痛了很多人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一岁的小女孩 她住院了四天 但是全部的费用花了55万块钱了 其中她也有医保 医保只报销了570块钱 就说花了55万块钱 医保只报销570块钱 剩下的接近55万 全部要你自己掏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医保 你们特别是一些吸药费 特别是现在国内的一些大病重病 很多药品 基本上都不在医保报销的范围之内 有人说有人统计了一个数据 说中国的药品总数 大约是三万多样 但是实际纳入医保的只有两千多种 就是三万多里面 你只报两千多种 其他的基本上三万多 那些药品全部要你自费的 都是医保不能报的 大家想这叫什么医保 中国看起来说有医保 好像中国人呢 好像也有医疗保障 实际上这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中国的疫苗 又把医保基金掏空了一大笔 对不对 以后报销的可能还少 大家算一算科兴 每个月每个季度狂难都是几百亿 赚几百个亿 这些疫苗的钱 中国人觉得是免费的 其实全部都是从医保基金里面掏的 我估计经过疫苗这一次掏空之后 医保基金就会消费殆尽 消耗殆尽 可以说 所以以后医保要报销的话 我觉得是天方夜谈 这个小女孩还能报销570块钱 以后可能连570块钱你都报销不了 全部自费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看一下中国的各种医集团 各种官商勾结都黑 对不对 医保这种救命的钱 都要把它掏这个底朝天 很多人算了一下 这个疫苗这个事件 基本上耗费就是四五千个亿 被掏走 医保基金可以说都是巨量的 本身就是巨量的亏空 现在再一掏 基本上就要散架了 医院本来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对不对 现在却成了稳赚银子的无鹰工业厂 天价的治疗费用 让所有的家庭可以说都是望而却步 很多是放弃治疗的 让一些家庭是一夜饭贫 一贫如洗 人才两空 可以说悲惨世界的人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但是目前国内还有很多人 都是岁月静好派 对不对 只要这个尘埃不落到自己的头上 就岁月静好 继续爱国爱党 一旦砸下来很多也是砸不幸的 所以很多时候觉得看这个世界 看这个国内强烈的情况 真的是很失望 也很绝望 感觉怎么都换不行 那么中共在他们的拥护之下 还能维持多久呢 这个都不好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阅读可以说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我们应该是活到了 学到了 但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呢 是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的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 读不懂 或者是很难坚持 所以结果呢 都是看几页之后啊 就半途而废 现在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通过听财经类的书 来培养我们的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 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准备 我们挑选了100本书 这些书都是千百年来啊 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这些书啊 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精品 经过我们的改进优化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呢 还推出了选书功能 由大家来决定每期更新的书 每期更新的书呢 将由粉丝投票选出 保证我们的书啊 都是大家喜欢的 并且是适合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一周就能读完两本书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啊 就能让你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呢 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那么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现在财经能力的读书会啊 推出了100天读书的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呢 21天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完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你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就能免费加入读书会的学习 从现在开始呢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啊 都可以参与 不过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评论区财经能力的评论区财经能力的读书会